已经停产的德国福斯金龟车 是史上最上销的车款之一 在车迷心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日前上千车迷齐聚墨西哥城 开着金龟车在市区游行 表达对这个经典车款的热爱 上千辆金龟车聚集在墨西哥首都街道上 看不到尽头 第十三届福斯金龟车游行活动 在墨西哥城各个车迷俱乐部的规划下 浩浩荡荡的出发 福斯金龟车于1938年首次亮相 当时为了促使更多德国人拥有汽车 打造了这款经济实惠的平价车 由于设计显眼加上价格低廉 在之后的数十年 金龟车成为史上最畅销车款之一 也是1960年代美国最畅销的进口车 尽管金龟车在流行文化占有一席之地 但近年销量始终低迷 2018年福斯汽车宣布金龟车即将绝版 并于2019年正式停产